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谢家姐妹,我是谢爸爸 那么呢,今天是2024年3月23号 我在,啊,是星期六 然后呢,我就逛街的时候呢,就去买了一个几个 嗯,相传是可以清理车内所有的灰尘,胺脏无垢的一个神器 所以我买了过后呢,我要清理我这个十年前买的战车 那么呢,这个十年前买的战车是一辆啊,丰田的这个尾池 啊,Toyota Vios 那么呢,2010年买 所以呢,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 然后,啊,满十三年,第十四个年头的这辆车 那么呢,平时还是可以正常运作 只是呢,这个车内的这个,呃,清洁度呢,是很低的哈 那么呢,已经很久没有去,呃,理会这辆车了 因为呢,这辆车平时也是我妈妈,呃,用来逮捕的这一个,呃,汽车 也是所谓的卖菜车,呃,买菜车 所以呢,今天呢,就,呃,找了这个神器 然后呢,我要把我这个车内跟车外呢,清洗一次 深度的清理 把这辆车呢,翻新造 再像是原厂,呃,刚出厂的样子 那么呢,就,我会把这一个,这个,呃 椅子全部拆掉 然后呢,做一个深度的清理 嗯,拭目以待 好,大家,我们来研究研究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十年战车 那么,这辆车呢,呃,还可以正常运作 虽然已经十四年了 那么呢,你看一下平时呢 我们都,垃圾呢,都是 对一道准驾车 哦,那个,这个就是平时的现况 还有孩子的书包 还有一些杂物,衣架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出用的一辆车哦 平时也是这样放 后备箱也是很乱 那么呢,今天呢 要先把这个车呢,洗干净 然后呢,再把 里面呢,清理干净 做一个深度的清理 OK,拭目以待 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高压水枪 和一些清理的工具 那么呢,明天一早呢 我就会深度的清理我的战车 由于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呢,我只是 把这个,呃,椅子 把它拆除掉 然后呢,明天一早呢 我就会用高压水枪呢 把这个椅子呢 呃,清理干净 好 来了一个小时 终于拆完了 哈喽 哈喽 那么呢,不拆不知道哦 一拆吓一跳哦 你看拆了整座山那么多东西 那个中空台的这个 东西 然后 4个cushion 然后一些 垃圾后面的 储存室 哎,这个储备箱的垃圾 跟这一个应该要丢的 这个已经打了 后备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带我们去看一下 拆到空空的 啊 全部 已经是从前面 拆到后面了 这个前面可以爬 后面可以爬去前面了 哦 这个已经拆完了 然后呢,明天早上呢 就是我们 清理的 时候 哦 这个 已经拆完了 前面也拆完了 方向盘应该不用拆了哦 嗯 一拆的,转不回去 一拆也装不回去 就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只清理车内哦 不清洗这个这个这个 staring 转转那个方向盘这边 所以你看到哦 很多那些 堆着垃圾啊 掉了的钱啊 吃剩的糖果啊 还有这些豆啊 这些应该是你们的工作而已 你看到吗 这垃圾啊 糖果啊 年盗啊 蜘蛛啊 刚才我还看到壁虎啊 壁虎的尸体 现在全部都不是 OK 好 怎么啦 这一个 由于时间 现在已经是十点了 所以呢 已经拆了一个小时 所以已经死一点了 一个小时多 啊 开一开的 嗯 诶 坏了啊 没有啊 OK 那么呢 明天见 说明天见 明天见 哈啰 大家好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那么呢 昨天 就 踩了这一个 呃 车里面的内饰 然后呢 不踩不知道哦 一踩吓一跳哦 啊 把所有这一个 啊 爸爸,你来了吗? 这个锁子的好处是在于 一些我们用手用布骂的地方 骂不到的它可以轻松的骂到 所以是蛮好用的 一些比较深的地方还是比较的脚位 它都可以骂得到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值得一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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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现在已经到最维生了 该抹的地方都已经抹完了 所以这些里面已经洗干净了 然后呢 现在就要开始了 把这一个洗干净的这个椅子重新安装进去 现在呢已经是把所有的这个座椅的椅子呢 塞干了 现在已经装好第一个了 现在要装这个副驾驶排跟后面的排 已经清洗干净了安装回去 所以呢 现在就要去洗车 最后一个步骤了 洗好车过后呢 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 这一个丰田 DOTA WIOS 丰满 而不是曲线的一辆车 DOTA WIOS 经过了那么多个小时的努力呢 终于把这个位置的室内 清理干净 然后先拆 然后洗一洗的再装回去 然后呢 我第一时间呢 就赶快的这个开这个引擎 发动这个引擎 担心它启动不到 因为我洗的里面 连这个顶眼去洗 那么呢 都是那一句啦 威慈是一辆非常好的车哦 是开不坏的丰田 然后呢 丰满而不失曲线的一辆车 嗯 我非常喜欢这辆车 嗯 十年了 我相信可以多一个十年 好 先跟大家说声再见 我要带着我的位置呢 去找回我十年前的这个回忆 啊 还有那个初心 好 再见 拜拜